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张婷综合报道 荷兰首相向习提一问题 中共摘要只字不提 中共在全球的网络间谍惹恼了西方国家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纷纷在本周公开发表谴责 令中共陷入尴尬 3月27日 荷兰首相马克、吕特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谈时 又当面提及中共政府 对荷兰国防部的网络间谍事件 吕特在北京的会谈后告诉记者 当然,我们讨论了所有棘手的话题 包括网络攻击 当然,荷兰已非常公开地将此事归咎于中国 这是对荷兰国防部的攻击 我们的MIVD已经查明 也将此攻击归咎于中国 所以,是的,当然,我讨论了这个问题 MIVD是指荷兰军事情报和安全局 MIVD上个月表示 中共政府支持的网络间谍去年入侵了荷兰军事网络 这是荷兰首次针对网络间谍活动公开点名中共 荷兰国防大臣凯伊莎、奥隆格伦上个月表示 将中共这类性质的间谍活动公诸于世 有助于提高国际社会抵御此类网络间谍行动的能力 荷兰当局当时表示 MIVD和AIVD情报与安全总局强调 这一事件并非独立事件 而是中国、中共 针对荷兰及其盟友的政治间谍活动 这一更广泛行动的一环 根据中共外交部 针对习近平和旅特会面所发表的会议摘要 习近平在会面中再次抛出互利共赢 并敦促双方加强传统合作 挖掘更多合作潜力 摘要内容还包括习近平暗批西方的技术封锁 并称脱钩锻炼没出路 会议摘要中有关旅特讲话的部分 言辞积极 强调双边合作与协调 而对旅特提出的有关中共网络间谍问题 只字不提 中共在全球的网络间谍活动 本周遭到多国曝光 美国和英国分别对中共提出网攻指控 并制裁了中国实体和个人 美英还指责北京进行广泛的网络间谍活动 使成百上千万人成为受害者 包括议员 学者 记者 以及国防承包商等 西方的群企指控令中共陷入尴尬 中共称 这些指控完全是捏造的 是恶意诽谤 荷兰因为限制荷兰公司ASML 对华出口先进芯片生产设备 而与中共发生对抗 ASML是全球最大的光刻机供应商 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该公司一直是美中芯片大战的焦点 中共近年来在印太地区 咄咄逼人的军事威胁 令美国和盟友警觉 在美国政府宣布 限制对华出口先进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 以防止这些技术 加强中共的军事力量后 日本和荷兰进行了跟进 荷兰政府要求 ASML对华出口先进光刻机 必须获得许可 这引发中共的不满 习近平在周三和吕特会面时 不点名地批评说 人为制造科技壁垒 割裂产业链供应链 只会导致分裂和对立 吕特在会后和记者对话时 则反驳说 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 当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时 这些措施从来都不是 专门针对某个国家的 我们总是努力确保 影响是有限的 不会影响供应链 因此也不会影响 整体经济关系 荷兰贸易大臣杰弗里 范吕文在2月5日的 一份报告中说 ASML的工具 可制造用于高价值武器系统 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 高端芯片 荷兰政府在审查 出口许可决定时 重点关注不良 最终用途的风险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 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 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视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 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 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 RARF RG3 RH2 为高利人参 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质人 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 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 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 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 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 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